第二個問題 這個人生衝擊問題 加運都很重要的 有網友就說你一直在用玉扣泉水 家裡的加運好了 多謝你 到底是巧合還是什麼原因呢 這個不是巧合來的 這個是人類的提升 你的生命之流層次的方法來的 因為很少人每天都會祝福人 有個因果的力在 也很少人每天都會放一兩元 到一個錢箱裡打算做好事 這個也是因果的力在 如果沒有了這個因果的法則力在 我那個玉扣泉水的功能就沒有用 只有玉扣和泉水 有我的心力擺在這裏 但你不配合做你的行為 它會起不了雙營 等於你的環境溫度水質 你不符合條件 它不會誘導生命出來的 等於說你不照我的程式去做 你是幫不了的 其實整個門就是因果的力 不是說你隨便買我的風水 但家裡就有運行 那這些都是衝黑人的 但你來買那套購 我教的方法給你 我都是賺了你的錢 都是那套購的錢 但很多方法給你 你真是改了運 是燒了你那些潛意識的業力 起碼你日日 你都有念之間都會做好事 和你每一個月 你都有一天不去傷害生命 我們要遲數的 每個月那個生日 解了密碼鎖住你的程式 即是說每一個人的命運來的世界 有一個程式已經是錄給你了 你在這個國家出生 做這對父母的子女 已經有一個基本的密碼鎖住你 那你將來的走勢 就是根據你的背景去走 你一跪了出生 生虛 你讀不到拔稅學校的 小學 是不是 有沒有說讀你成問題 對不對 我們怎樣突破他的鎖呢 就是我們這個佛門才有的 我那個玉構全水法 是我們把佛法設計出來的 是簡單點 先動它 不是叫你大富大貴 你搞定兩餐安樂點 先 家裏和氣點 先不要經常這麼多怨親會苦 在這裏 家裏和萬事輕 如果家裏人每個每天都記得錢箱擺一元 起碼我心裡有些善意 對不對 剛剛就燒了他的意念上的惡意少了些 在那賊那間他擺錢他也是停了那些惡念 是一個行門 你做一下之後 你又 將惡的意識流的衝擊減弱了 你出來對人樂器了 自己又醒目了 呀知道我出生環境不夠 我要借助外面的力 我要借助我本身的能力 你就要學習啦 衝實自己 多些 多些 多些好些的人 貴人就多些 又知道不要破壞上帝給自己的忠誠 對自己忠誠很重要 騙自己也無謂 所以我們那個是有效的 所以很多人用了之後 家裡的交運是好錯的 是一個方便的法門來的